全球的华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委书记林洪 很高兴把仙人居住的地方介绍给大家 先居是浙东南的交通枢纽 是一带一路在浙江的重要节点 是国家级生态县 中国长寿之乡 美丽中国十家旅游县 先居是皇帝赐名之地 人节地灵 先居东晋永和三年建县 原名乐安永安 北宋景德四年 宋真宗以其洞天明山 屏蔽周围 耳朵神仙之载 下造四改宪明为先居 亦为先人居住的地方 先居有下汤文化遗址 万年前就有先人在此生息繁衍 先居有春秋古岳族演化群 填补了中国农耕文明时期 演化的空白 先居有江南第一古叉石头产院 有距今八百年前的铜江书院 南宋大理学家朱喜 曾两度到此讲学并送子求学 先居有道教第十洞天阔仓洞 其创始人徐来乐 江南茶主葛玄等十三位真人 在此修炼成仙 并由此产生了脱胎换骨 沧海桑田等成语典故 先居历代财贤备出 有逢人说相的主人公相思 有写出了世界最早食用军军谱的 北宋 陈仁裕 以及元代 号称诗书画三绝的 柯九思等 先居是中国烟霞第一城 生态优越 先居自古 别称烟霞 亿万年前 火山喷发形成的 火山刘文岩地貌 使其山川秀逸 风景独厥 境内森林覆盖率 高达79.6% 富氧离子含量 可达每立方厘米 8到9万个 地表水水质 多为一类 302平方公里的 先居国家公园内 有保存完好的 中亚热带藏绿阔叶林 和各类珍稀野生动物 堪称动植物的基因库 先居是太白梦游地 景色壮美 1200多年前 师先李白游历这东南时 留下不朽诗篇 梦游天母迎留别 据后汉说 郡国志记载 天母山与阔苍山相连 石壁上有刊字蝌蚪行 高不可食 家定赤诚字也记载 尾枪山一名天母山 在仙居县 东连扩藏 天母山就是现在的 国家5A级景区 神仙居 其境内其风耸立 云雾缭绕 宛柔仙境 动天时飞 轰然中开 清明浩荡不见底 仙之仁兮列如马等景象 在这座名山 都有很好的印证 仙居492公里的绿道网 衣衫傍水 蜿蜒穿行 景色秀丽 仙居绿道 首开了县域绿道网建设之先河 是国家4A级景区 是国内唯一获得住建部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绿道 也是中国最美绿道 仙居的田园风景如画 每月多有花果农旅节庆活动 尤其是每年的六月 十三万八千亩的 羊梅采摘园里 游人如之 有世界羊梅在中国 中国羊梅属仙居的美誉 仙居有三十一个布局精巧的 国家级传统古村落 始建于唐朝的婆滩古镇 是华东地区保存最完整的 龙形古街 作为浙江唯一的 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 仙居一直秉承着 习总书记提出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正朝着县域绿色经济发展示范区 绿色生活方式渐行区 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绿色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区 大度迈进 我们曾邀海内外朋友来先居 游先进 品先国 做神仙 接下来 宝宝